中獎金最高能領到4.4個月 但是受到疫情的影響 北捷今年虧損將近51元 北捷總經理表示 如果達成法定的盈餘 加上北市府順利通過 減租運量恢復的話 員工的年終有機會 領到4.4個月 這個消息一出 令所有網友傻眼 大家很痠 不是虧損 怎麼還可以領到 這麼高的年終 看來又是人民買單 疫情後台北捷運站 終於恢復人潮 但是今年1到10月 因為疫情重創 虧損高達40億元 11月運量回升 利品把虧損控制在50億內 更希望透過北市租金檢收 全年稅前盡力 渴望提高1.1億元 不過今年北捷員工年終 有保底兩個月 再加2.4個月極小獎金 有機會上看4.4個月 北捷今年的業績不是不好嗎 為什麼虧損50億 還可以領到4個月 很羨慕 我們現在才在11月而已 那所以說我們是希望說 朝那個目標去邁進 同樣是大眾運輸業 台田年中平均大約2個月 桃園積結也有大約2.5個月 另外工營事業的年中 更是高到令民眾傻眼 台田往年平均達3個月 今年疫情年人渴望達標 台水往常有超過2個月的年中 但今年因為旱災影響 恐怕只能保住2個月 像是台電 那像是台湯 其實他們成本的相對減少 所有獲利的狀況 其實從財報上面 其實還是有增加 不管是大眾運輸業 還是公營事業 就算疫情年虧損 或甚至經常出包 但年中仍然高於一般行業 也難怪引發爭議 讓不少網友狂酸 還不是人民買單 記者余申請蘇維宣台北報導